白天蜂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在0.72% 男女的发病相比较来讲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男性白天蜂患者和女性白天蜂患者的发病率基本上是相同的 目前来讲就是说青少年发病率相比高一些 占总体发病率的50%是青少年 这可能也和他们出于身心发育阶段 自己的神经系统内分部系统发育的还不健全 基本上免疫功能还不健全 有一定的关系 再一个就是发病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北方高于南方 城市高于农村 这可能也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工作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白天蜂的发病率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 它平均是1%到2% 这个就是深色肤色的人它的发病率要比浅色肤色的人发病率要高 比如说在法国美国就白种人的地区 它的发病率它是在1% 而在印度地区 它白天蜂的发病率就不会低于4% 还有在非洲地区 这个就是肤色深的人种的地区 白天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social Mary Этот人不信任 他们的 Jup3 相片就可以了 约2 不信任 感染 1 自ark 最开心